Hello 又到我們講故事的時候 今天是2022年6月14日 星期二 今天的故事的名字 用堅強打敗你的脆弱 就能決定你的人生高度 很久之前表弟想初中讀F1的時候 因為他父母經常上班不在家 為了方便跟兒子聯絡 就買了一部手機給他 誰知道表弟就不小心 也不是小心 迷上了玩手機的遊戲 表弟成績一直都是全力 在全班裡頭三命 但自從玩了手機的Gram之後 每天隨便完成他的功課之後 把剩餘的時間都放在一部手機裡 有時候還玩到半夜三間 當然第二天 他當然在學校裡聽書就黑眼睡了 成績跟以前相差很遠 也可以這麼說 大不如前 到一個學期過了之後 他的成績跌到中等 已經不是在前面頭三名 當然了 師生當然馬上聯絡他的父母 問究竟為什麼 什麼原因會這樣 原來後來發現是手機 原來他打得遊戲太多了 最後他父母當然是收回手機 但是收手機沒有收到他的心 為什麼 因為表弟經常跟同學借手機來玩 還用各式各樣的藉口 去同學家裡說做功課 其實就是去打電腦遊戲 而且他的成績一直不停跌下去 有一天 老鼠真是看不過眼 就叫了一個表弟 去那個辦公室聊天 老師的臉很神識形重 跟那個表弟說 小孩子 你知不知道 如果你不自律的話 可以毀掉你的人生 如果一個人 連自己都戰勝不到 你將來 怎麼去戰勝其他人 當然表弟聽完之後 突然間 好像又想領悟一樣 回到家之後 他開始反覆老師說的話 明知道打遊戲會影響學習 但是 他控制不了自己 一次又一次地告訴自己 最後一次 不要玩了 玩完就要做功課溫輸了 但每一次 自己都是反悔 他又輸了 他很脆弱地輸給自己 如果你連自己都戰勝不到 你怎麼去戰勝其他人 這句話 就是在一個小表弟的腦裡 不停地重複 又重複 所以 表弟最後呢 就決定 我不是挑戰其他人 我是挑戰自己 我要把更多的時間 和精力 都要放回溫習那裡 去讀書那裡 雖然 發熱遊戲裡面 是獲得很多樂趣 還很開心 但他想 其實學習裡面 都一樣得到這些 目趣的 逐漸 他開始想通了之後 對那些遊戲也沒有那麼大興趣 幾年之後 表弟就考了一個大學 他很感激 很衷心地告訴自己 幸好自己那時候 聽了個老師這樣說 及時回頭試案 也沒有輸給自己 那個不自律的層情上面 每一個人都會放縱自己的 你都會輸給自己 其實只要你在牙關 頂多一會兒 頂多一會兒就可以了 你就慢慢發言 其實原來自律 就成為了你的習慣 好了 又到我們聊天的時候了 其實很多時候 小孩子就可能給些遊戲 去影響到他的學業 但其實你不要留意 其實現在很多人 都是拿著手機的 有時你坐在地鐵裡看看 一個地鐵卡卡 坐對面的 每一行坐六個人 自這行和對面的一行 加上十二個 很多時候我都會發現 一個挺有趣的現象 就是差不多有十個人 不論小孩子 讀書中一中二的學生 年輕人 甚至出來工作的社會 年輕人 或者是老人家 全部都是拿著手機 各有各看自己想看的東西 我都有的以前 但是現在我都少了 為什麼 我開始會看多些書 以前看書 可能就是拿著一本本 現在不需要了 因為有你們 我每天都看很多文章 看很多故事 去警惕自己 鼓勵自己 因為我要去找這些資料 去和你們去分享 所以我都開始慢慢轉變 就像表弟一樣 慢慢已經不太興趣 對於手機 所以有時候 人生就是這樣了 你要記住 堅強去打敗你的脆弱 那你就決定到 你的人生 未來的日子是怎樣的了 慢慢養成這個習慣 我都知道很難的 戒掉手機 但是 當你慢慢 做了21日 你就自然 會完成到 為什麼是21日 因為有人曾經 我忘記了誰說的了 都是不好 讓你們去自己找一下這些資料 這樣才是大家能夠成長的 有一條規條 當你每天做同一件事 連續做21日的話 這樣就養成你的習慣了 這個就是今天的彩蛋了 好了 多謝你在這裡聽我說故事 如果你覺得我說得好 或者你有什麼故事想聽的 在下面留言給我 告訴我 亦都麻煩你 幫我去YouTube的頻道 去搜尋 香港人 正能量 勵志故事 記得幫我點閱 和分享 如果你有Facebook 你幫我分享到Facebook 給多些你身邊的人 去知道 有這些故事聽 順便去鼓勵一下他們 讓他們不開心的時候 都看到這些說話 好像打了一枝強心針一樣 好了 今天就是這麼多了 最後最後 敦是很衷心多謝你們 幫我去聽完這個故事 謝謝你 多謝你 拜拜